那么怎么判断呢 实际上 之前写好的程序找一下 直接找现成的 实际上呢 这个字串如果是返回来的字串 我们读取的 如果是小于一定的数值的话 那么它肯定就不是 不是我们要的语音 所以我们这边 那么也 加上这一句 如果它小于43个字节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不是语音 而是这个返回来的 这个错误提示 也就是这个 如果它大于43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是语音 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 好 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一段 直接copy过来吧 直接就打开这个url 然后直接去read 然后这个content 直接就接收它这个read的返回值 比我们刚才那种方式要稍稳妥一些 然后再判断这个 判断这个返回值 那么如果它小于43的话 我们就提示一下 合成失败 这个message box之前也是讲过的 这里也不多说了 然后如果它大于43 那么出面反回来的就是语音 我们先pass一下 算了 别pass了 直接printOK吧 等一下 我们再来处理这个语音 还是把这个山调输入hello global name is not defined 在这里 这边我专了一个下滑线 好 那么这说明返回的数据是对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对的呢 就说明我们这个43这个判据 是是不是对的 然后我们去 到我们的这个 它没有数据返回 因为我们还没有写 所以这个地方暂时还看不到 好 那么如果假设它返回来的是语音数据 我们该做如何处理呢 实际上呢 我们就把语音数据 写回到我们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文件路径下面 好 我们直接把这一段也扣过来算了 打印OK 然后呢 打开一个文件 把它写进去 先把搜紧处理掉 把这个文件取一个名字 暂时先就用这个temp.mp3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用这个二斤制写的形式 然后把我们读到的内容写进去 然后再close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输入hello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去查看这个文件夹 它就应该有这个temp文件了 好 我们先去打开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 我把这个声音开大一点 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访问 实际上已经成功了 那么一般我们一般都是hello world 好 我们再看 这边也是OK了 这就是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的这个音频文件 那么我们点击视听之后呢 它把这个音频文件下载到本地 如果是小于43的话 就证明这个已经合成失败了 我们就要用其他的办法去 对这个程序进行修改 或者是这个异常的出错处理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相当于就是英文的部分已经转换完成了 我们来试试中文 就这句你好百度语音 OK 这个问题来了 一堆错误 然后其中在这一句 这一句的时候 访问这个URL的时候出错了 那么出错的这个具体原因 我们再看一下 sorry 出错这个具体原因 我们再看一下 unicode unicode encode error ask code count encode characters inposition 也就是说还是这个 磁编码编码解码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怎么解决呢 实际上我们就 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 软件的运行环境 也就是说系统的这个环境 给它变到 unicode的这个环境 因为我们系统默认的是这个 ask2的这个环境 我们可以试一下 之前说过这个 getdefaultencoding 你看我们系统的这个默认的这个 encoding是这个ask2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utf8 那么就在我们最最开始的时候 加上一句 跑偏了 不好意思 import system 然后再reload system.setdefaultencoding 改到utf8 那么为什么import之后 要reload一下呢 这是因为我们如果不reload的话 是没法看到这个setdefaultencoding 这个方法的 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里边只有get 然后如果我敲set的话 是没有这个setdefaultencoding 这个方法的 那么如果我们reload一下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好看到没 这个方法已经出来了 在这里 setdefaultencoding 好 我们这样修改之后 再看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 把所有的进程分明弄掉 然后 好 这边显示OK了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中文 它返回来的数据对不对 你好 百度语音 OK 那么这个 我们的遇到的问题就全部解决掉了 这边好多个 把这个关掉 好 我们再把这个称呼 这大话看一下 我们这个 MainWindows这个类是继承这个UIMainWindows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绘图都是继承于这个的 然后处理化里面 并没有做其他太多的操作 回头我们会在这里面添加我们需要的这个操作 然后呢 主要我们这个 今天的这个任务 还是围绕在这个 这一个按钮上 就视听这个按钮上 这个视听这个按钮实际上做了很多事 所以呢 它一旦这个操作过多之后 这个GUI就容易卡死 这个问题后续我们再讨论 我们把这个 文本获取之后 然后把其中的一些非法字符 通通都处理掉 然后呢 进行这个get访问 然后把访问这个结果呢 写回到这个本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 这个效果 如果我们 贴一段小说进来 会是一个什么效果 好 这段我们就贴上了 那么我觉得有可能会抄 那么我就到这删掉 这样再去访问 OK你看 这样贴一段小说的话 它也是可以把这个整个都访问出来的 那么这个访问的领域就比较大 科幻世界杂志 1999年6月第六期 沃纳大书站在船头 好 这个因为音频太长了 我们就不把它听完了 所以呢 就跟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只是复制了不到500字而已 那么后面呢 我会把整本小说都提进去 都可以翻译出来 好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课程 那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